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11月11號 今天是全球購物狂歡節 跟大家所做的一個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 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一起來 征服股海共創雙贏 好剛才提到今天11月11號 是這個全球購物狂歡節 可是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如果前陣子還在拼命想要買股票 想要在這裡一萬一千多點了 創歷史新高了 才跳進來要做長期投資 買股票要爆波段的 今天一天都沒有這個歡樂的一個 這個感覺 因為今天的台北股市 很多人說奇怪 又沒有什麼重大的利空 美股上個禮拜五都還拉尾盤 道瓊也好 Nesdaq也好 都是翻紅作收的 那怎麼台北股市今天 開個平盤小跌9點之後 一路的這樣下殺下去 盤中大跌了169點 收盤中錯了152點 一口氣這個地方突然急速拉回 跌到11400多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跌 當然事後找理由總是找得出來 但是上個禮拜如果有看 憲榮老師解盤的 我想對於今天大盤的急跌 應該一點都不需要去關心 這個事後的一個理由 因為上個禮拜憲榮老師就已經在提醒大家了 來看一下這上禮拜11月8號 上禮拜五的時候 那一天有沒有特別提醒 當消息面傳來 美國跟中國在協議要分批取消 所謂的加徵關稅 美股還在續創新高的時候 我就特別提醒 你要去注意 第一個看似拉回良性整理 那時候指數拉回兩天 我說五日均量扣底在高檔 這個要小心下個禮拜必須要多方量 1550億出來 不然量的趨勢會轉弱 更重要的是籌碼面 外資連21買的背後 金額已經縮減剩下15億 而指數包括旗指是連四賣 選擇權更是轉為空單 所以上禮拜五就在節目當中提醒大家 要提防乖離過大之下 會有急速的回馬槍 對不對 對 這上禮拜五在節目當中提醒的 其實上禮拜你可以看到 這是上禮拜二的時候 那一天11月5號 指數是拉高大漲87點的 成交量來到1528億 那一天我就已經在寫給會員朋友的 分析日記裡頭提醒會員 今天指數漲87點 再創新高 卻是在尾盤用穿價拉高方式突襲 加上價漲量卻比昨天縮了一些 以及外資一邊大買131億的股票 一邊大賣了4700口的旗指 兩面手法出現之下 短線又要提防未來兩天 會有比較明顯的回測回馬槍了 那講完上禮拜二講的 禮拜四盤中一度拉回 跌個100點 收盤 收鏈跌幅跌46點 很多老師都跟你講 不用怕 拉回就是買點 對不對 我說不對喔 這次要很小心 這上禮拜五寫給會員 分析日記 那天指數跌27點 看起來不多 我說特別注意 外資這地方已經在這裡 連四天起指賣超 選擇權轉為進空單 提防漲多之後 乖離過大之下 會有進一步的急跌回馬槍出現 所以今天大盤指數的部分 突然這樣重挫下來 大跌152點 可以看到 這個都符合憲榮老師 技術分析的規劃跟預測 對不對 那重點是 其實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都會感覺到 那前陣子大盤指數 突破11270高點之後 看起來指數還在繼續漲 可是很多投資朋友都說 沒有啊 指數在漲就拉個台積電 手上的股票買了就套 買了就套 很多人都是怎樣 賺了指數 賠了價差 那上個禮拜指數還在漲 買了就套 賺不到錢 今天指數 跌個152點下來 哇 這架子本來是小套 反而在今天看起來只是拉回個三天而已 一個一個重傷的越來越多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的狀況 很明顯 來各位投資朋友可以再看一下 這是10月30號上個月底的時候 指數那時候突破11270高點 創新高 跌破季均線的個股 已經有128檔了 那最近指數創新高 然後拉回三天 今天收盤指數叫11427 你會看到比上個月底 至少還在這個11380之上 可是居然跌破季均線的股票 暴增一倍來到258檔 有沒有 而且重點是 很多股票都是不久之前 多少投顧老師看到股價 拉個一兩根紅棒 在那邊大力喊盡的 光學股的玉金光 對不對 IC設計的神盾 散熱模組的操縱 這個電動車的帽連 一檔檔股票 現在IC設計的昂寶 被動元件的華星科 不跌則已一殺下來 一個一個的殺破季線 讓很多投資朋友 搶進之後不但沒有賺到錢 現在都在重傷了 造成這個行情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提醒的 兩句話 看起來是半天全金條 結果投資朋友其實是 一追又套牢了 那這樣的狀況 其實我跟他講過很久 因為現在大盤指數在歷史高檔 雖然靠著台積電 讓指數看起來 看跌不跌這樣一路的漲 可是其他上市貴公司 畢竟不是像台積電一樣 在高階製程能夠打敗天下無敵手 好 訂單全拿 所以台積電人家外資大戶一路拱 其他公司沒有這樣的競爭力 那剩下的是什麼 剩下的是短線大戶在那邊 殺進殺出做隔日衝 隔日衝的大戶是這樣 拉個一根紅棒鎖住漲停 吸引散戶隔天去追 散戶一追人家馬上就反手出貨 出完貨股價你看到一根紅棒 看似轉牆之後 散戶一追追在高點反手下殺 套牢的一檔一檔的出現了 對不對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那你說這種盤怎麼辦 滑天看起來是全金條 一追又套牢了 怎麼能夠在這裡賺到錢呢 所以我才會再三強調 你在這個地方 想要真正的把獲利放進口袋 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著憲榮老師 採取當衝加上空軍 兩路並進的方式 這才能夠真正將獲利放進口袋 對不對 因為當衝 我們這地方 尤其當衝 如果說投資棒要保守一點 我們用最小的風險 來掌握賺錢機會 其實你可以這地方 採取盤中 滿手 賺了就走的方式 有賺沒賺盤後都保持空手 這樣的一個方式之下 不敢說沒有風險 但是不是幫投資棒 把風險降到最低最低了 要能夠發揮穩紮穩打 拒殺成塔的方式 持續來累積財富 好 那所以我說這才是這個階段 風險最小 又能夠穩紮穩打的一個賺錢方法 好 當然你說 可是亂一沒有時間看盤 怎麼辦 或是很多人做當衝看盤看了半天 結果都是在追高殺低 白忙一場 甚至倒賠的也很多 怎麼辦 所以我說你真的需要 憲榮老師幫忙 因為當衝不是大家想像的這麼簡單 看到大單瞧進去追 看到大灘殺出就趕快殺 不是這樣 因為這市場上 兵者鬼道也 大戶都知道散戶喜歡追高殺低 所以常常是拉高上去 其實是在誘多 誘玩多 反手要殺多 有時候殺低下來 你以為這地方可以追殺 結果反而是怎樣 人家這個地方準備拉上來了 所以我說你需要憲榮老師的幫忙 讓憲榮老師來幫你 幫你去觀察這個盤勢 決定好多空之後 找到最有把握的股票 來幫大家來規劃當衝操作 所以憲榮老師的當衝作戰計畫 內容很單純 再強調一次 我不會給你一堆股票設飛鏢 每天找盤 我提供大家一千多檔 找到最有把握的一檔 最多兩檔股票 來做快打當衝操作的建議 清楚的告訴你 要先買還是要先賣 攻擊盤我們就先做買進 拉高上去獲利了結 整理盤我們就先賣 殺低下來 先賣後買 買回來一樣賺價差 對不對 然後清楚的告訴你 進場價位 預設停損 獲利目標在哪裡 沒時間看盤 老師幫你看 到了價通知你 每天這地方 如果到價格沒到 每天當天帶你進 一定就當天帶你出 沒有那種在凹單的 所以我們每天就是這樣 清楚明白 就像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原相那天利多見報 除了說switch的一個感測器 忙著在出貨 10月營收公布 哇 年增率高達39.87% 可是憲榮老師說 利多股價開高的背後 不對 有大戶趁著利多 拉高出貨的跡象 百戰指標也出現轉弱訊號 所以那一天開高上去 反而先建議會員朋友 先賣後買 這是這一天早上對不對 早上9點49分發出通知 3227原相 短線技術面開高 但是在轉弱 定價121.5到121.5之間 這個是更早之前 那一天早上是123先賣 尾盤是120.5買回 就這樣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兩塊半的價差 那再來今天呢 今天是做真頂 真頂今天也是利多頻傳 說蘋果的新iPhone 高單價MPI天線供貨分額翻倍了 內外資都在持續的看好它 可是當股價今天開高 低盤就是一個空方量出現 馬上就翻黑下來 反彈也都站不上均價線 這都有大戶在持續出貨跡象 所以加上這地方指標也轉弱翻黑 所以今天真頂 我們這個裡又建議投資朋友 做個短空做個現沖的先賣 這是早盤10點12分發出的指令 定價145.5到146.5之間 現股先賣 你可以看到到11點半的時候 10點多就發出的通知 11點半都還有到146.5 讓會員朋友可以賣 今天成交平均在146價位 到了尾盤 最後收盤是收在最低144 我們沒有等最後一盤 我們提前在這個一點多的時候 那時候市價144.5到145 建議大家把它買回來 所以這樣子可以賺多少 假設今天跟著現榮老師 平均找盤賣在146 尾盤145到144.5買回 等於說這樣也有一塊到一塊半的價差 不用多做個8張 做個8張今天就是少的話大概8000塊左右 多的話大概12000又放進口袋裡來了 所以你看到就是這樣子穩扎穩打 當天進當天出賺了就走的方式 幫大家把風險降到最低 那最近這一個禮拜五次出手 已經五年不敗 我每一筆都誠實跟他報告過 對不對 上禮拜11月5號做原項 小賺一塊價差 11月6號環球金 這賺的比較少也是一塊價差 11月7號的時候再做原項 這一天兩塊半的價差 上禮拜五做紅捷科打平做收 今天做真頂對不對 又是這地方一塊到一塊半的價差 就是這樣穩扎穩打的方式之下 盤中賺了就走 有賺沒賺盤後保持空手 讓投資報風險降到最低 又能夠發揮拒殺成塔的效果 操作輕鬆之下 當個快樂當充足 幫自己多創造一份收入 持續的在累積財富之中 當然如果說想要賺更多一點的 那當然憲榮老師就會建議大家 採取反市場操作的空軍起飛 就是既然這個盤 大戶都是在做短的 拉個一根紅棒 吸引散戶追高 追高完大戶就出 出完可能就反手跌下來 那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大戶明天要拉什麼 可是我們可以等大戶拉高完 隔天開始散戶追 大戶出 出完要轉弱的時候 怎麼樣 我們就找這些 第一個股本夠大 融資也要夠多 第二個高檔充分反應完利多 然後大戶開始出貨 高檔轉弱的股票 空軍起飛嘛 對不對像上個月我們做平蓋股的晶圓 那時候大家都在說蘋果的筆電 要用剪刀腳鍵盤 晶圓會是最大受惠者 我說這一根紅棒拉上去 吸引散戶買完之後 其實大戶已經在出貨 高檔已經有轉弱訊號出來 所以呢 所以憲榮老師當時建立會員票 44塊多 對不對 空軍起飛 後來重挫下去 這地方10月30號那一天 順利的空檔回補 10天的時間 6塊到7塊的價差 很多人做個25張 又是十幾萬又賺起來了 對不對 賺完晶圓之後 我們這地方累積了7次出手 6勝1副的一個戰績 從7月18號 憲榮老師正式建立會員票 空軍起飛 大盤高檔震盪 對不對 先中錯800點 又彈上來 可是憲榮老師 空軍穩扎穩打 6勝1副 那最新的空軍 11月1號也跟他報告過 又一檔平蓋股 同樣在利多停船的時候 大戶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 誰 4943的康空啊 對不對 同樣的模式之下 憲榮老師再度建立會員朋友 空軍起飛 對不對 後來股價開始下殺 11月6號大跌7塊 11月7號兩天跌了9塊半 上禮拜五再度下跌 今天又跌個2塊下來 4天的時間已經跌了多少 12塊半 對不對 很多我們的會員朋友 專做高價股的 現在十張十幾萬 又開始繼續賺了 就是這樣持續一檔一檔的 強調一下 我們的當沖加上空軍作戰計畫 空軍戰隊一樣 不會亂射飛鏢 鎖定一到兩檔 高檔轉弱股 看準目標的情況之下 看準這個目標的情況下 空軍起飛 等賺完一檔 再賺下一檔 那資金大的我們做高價股 資金不多 我們做中低價股 就是這樣一檔一檔的 看準目標才出手 這樣賺錢才能夠長長久久 我們仍然會繼續努力下去 我要強調 憲榮老師一直說 幫助會員朋友將獲利放進口袋 是我們的使命跟責任 所以要在這個階段 真正能夠將獲利放進口袋 只有採取當沖加上空軍操作 否則的話 你到處追就是到處套 半天全金條一堆又套牢 那為了幫助更多投資朋友 也能夠一方面 當個快樂當沖族 穩扎穩打的 每天利用當沖 幫自己多加一份收入 另外一方面 看準目標 空軍起飛來擴大利潤 憲榮老師幫大家在這次 雙11的購物節 特別推出的 只要1111的一個 超值優惠專案 今天也會是最後的一個機會 最後一天 想把握的 歡迎大家休息時間 就來跟我們做聯絡 第二階段馬上再回來 運達投顧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匯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限時來電入匯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運達投顧好看 農地家啦 即日起升裝 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名師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課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達投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那上個禮拜很多投資朋友 都打電話進來 在詢問憲榮老師的 極品操盤團隊的時候 很多投資朋友都說 很認同憲榮老師所說的 現在台北股市漲到了 一萬一千多點的 這個近二十九年新高 可是呢 現在受險業啦 國具這些大股東 都在賣股票了 這代表什麼 行情已經到了高檔 再買股票 再要這個地方做長期投資 風險很大了 所以只有當沖加上空軍 才能夠真的 穩扎穩打的賺到錢 可是有投資朋友說 還是擔心 擔心什麼 擔心憲榮老師 會不會跟其他投顧老師一樣 哇這地方用騙的 怎麼騙 我知道 你可能都遇到過這樣的老師 每天在喊淨 或是這個喊放空 不一樣的股票 好 那最後5G散熱光學記憶體 瓶蓋 IC設計 PCB 被動元件 細晶圓 什麼通通都有 今天漲了什麼 或跌了什麼 就拿出來講 每天都做自己大獲全勝 其實到最後發現到 加入之後就知道了 買進至少10檔股票 或放空至少10檔股票 那等於說100萬資金 其實每一檔 就只能夠做個10萬 做個10萬 就算幫你賺個20%回來 總共也才賺多少 賺個2萬而已 這可能還不夠 其他9檔去賠 我知道 你可能都遇到過這樣的老師 喊淨或是喊放空 都一億多億的股票 包山包海 十幾檔 二十檔 漲了誰 跌了誰就拿出來講 到最後其實 補不了其他賠錢的 憲榮老師 會不會這樣 很多人都在擔心 那我再三強調 你可以放心 我不可能保證你天天賺 那是不可能的神話 神棍才會講的話 但是我給你別人沒有的四大保證 做當衝的部分 每天第一個保證 就是當天帶你進 當天帶你出 絕對不會讓你凹單 好 第二個保證 一千多檔股票 我最多只會選一檔到兩檔 快的給你做快打當衝建議 好 第三個保證 每個會員收到的快打當衝股 跟著憲榮老師做當衝 都會是相同股票 所以你不用擔心 電視上講的 會不會跟自己收到的不一樣 如果節目當中 秀的快打當衝股 跟會員收到的不一樣 老師賠償100萬 而且永遠退出股市 好 給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誠信保證給你 所以一千多檔股票 我們就找最有保的一檔 最多就兩檔股票 給你做當衝 好 清楚的會告訴你 這是要買還是要賣 清楚的給你進場假 預設停損獲利目標 好 到了假 沒時間看盤的 老師幫你看 會通知你 沒到 憲榮老師一樣 當天一定帶你進 當天就會帶你出 所以你只需要跟著憲榮老師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像上個禮拜四 發現原相 這個利多見報的時候 大戶又在趁利多見報 拉高出貨了 建議會員朋友 找盤123先賣 賣完之後 尾盤120.5買回 兩塊半的價差放進口袋 這上禮拜四 對不對 那今天呢 這個上禮拜的原相 就這樣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穩紮穩打的 從123到120.5 兩塊半的價差 做個十張 很多人那天就是2萬多 當個快樂當充足 幫自己加薪 一天就加了2萬多 今天呢 今天真頂的部分 同樣在利多頻傳之下 有大戶趁著這個開高的時候 持續在出貨 再度建議會員朋友 先賣後買 這是早上 對不對 146先做賣出 到了尾盤 收在最低144 我們144.5到145買回 當天帶你進 一定當天帶你出 所以今天賺的少一點 也有一塊到一塊半的價差 做個八張 八千到一萬二 又是當個快樂當充足 幫自己多創造一份收入 加薪加起來了 放進口袋了 對不對 這是當充的部分 每天就是一檔最多兩檔給你 目前五連不敗 持續在幫助會員朋友 穩紮穩打 聚殺成塔 好 那空軍戰隊的部分呢 這是空軍戰隊 就是要多放個幾天的 做一個小波段的 那我也同樣 只會鎖定一檔到最多兩檔 高檔轉弱股 空軍起飛 賺完一檔 再賺下一檔 所以資金大的 我們特別會針對 這個資金大的投資朋友 做高價股 資金不多 沒關係 我們也會幫助 這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來做中低價股 好 像上個月 我們鎖定到的金元 就中低價的股票 44塊左右 高檔大戶出貨 轉弱巡號出來 空軍起飛之後 順利的殺下來 37塊多 空單回補 凱旋而歸 對不對 累積七次出手 已經回補的是 六勝一副 持續的穩扎穩打 用最精準的股票 幫會員配合 累積財富之中 那最新的空軍 有沒有 康控 這也開始在地方 空軍起飛完之後 開始連續四天的一個下殺 今天又再度的下跌 四天總共加起來 已經大跌了12塊半 空個十張的十幾萬 空個二十張的二十幾萬 持續累積之中 再來還有一張5G平概股 這比較中低價一點 同樣在利多平傳之下 大戶高檔這地方正在出貨 轉弱巡號正要出現 今天也是開高走低 好 提醒大家 想賺錢的 不要等到重挫下去 才去追殺追空 好 跟著憲榮老師 看準目標才出手 做好賺錢的準備 才能夠在大跌的時候 準備又這地方 享受獲利的果實 想把握的投資朋友 想要利用當沖加上空軍 真正把獲利放在口袋裡的 提醒大家 今天雙十一購物節 當沖加空軍 加起來只要11111的 超值優惠狀案 只剩最後一天 指名加入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基品操盤團隊 一起來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本土公司與所推薦分切之客 也有大贈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